我看在這題喔 他說S等於4 和3S-4Y等於0 他說這兩條直線 所夾的內角叫做矽打 球賽 矽打 怎麼算 麻煩你齁 這次我已經在強調夾角跟誰有關 邪律有關 那這題喔 S等於4 S等於4是很麻煩 它是一條什麼線 牽垂線 所以說這時候有辦法用邪律來算嗎 沒辦法 所以說碰到比較特殊的題目 像這種S等於4 老師建議你 我們畫圖來理解這樣行不行 來告訴我這條直線S是幾 是 好大概大概我想過嘛 夾角跟誰有關 邪律 我只要邪律畫對來就沒差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S等於4是這條直線 那對這條直線呢 我們把它畫一下好不好 這條直線老師問你 它邪律是幾 負的比分之A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時候邪律是幾 負的比分之A 所以說邪律是幾 負的比分之A 負的負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所以說這條直線老師 大概大概畫一下下 好不好 邪律是分之三什麼意思 代表說這條直線畫過去之後 但A軸增加四格的時候 Y會上升幾個 三格 A軸增加四格 Y上升三格 行不行 它按照4比3比例上升 這樣行不行 來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時候夾角是幾 他說這夾角 對角 夾角叫做Sita 麻煩你求誰 求賽Sita 所以說這題已經交完了 剛才如果所有認真 天老師講解的同學 老師可以知道 你看S等於是四條牽髓線 對這條直線而言 大概講過 剛才畫過去是這條直線不成的特徵 但A軸增加四格的時候 所以說你看一下 這時候剛好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我看到 但A軸增加四格的時候 5Y軸增加幾個 三格 所以說比例是4比3比7 5 這樣行不行 要求賽系打 請你小心 很多人知道賽自己5分之3 錯 為什麼 因為當你用5分之3是代表 今天測量角度系打要在這邊 但是我們這時候系打是在這邊的 所以說當角度在這邊時 再怎麼算 斜邊分支對邊 斜邊自己5 系打對邊自己4 所以賽系打這時候是其5分之4 請你不要畫出來 這樣可不可以 因為這時候系打在這邊 所以說以前來講都是系打在這裡的時候 是吧 比如說5比12比13 賽自己13分之12 對吧 斜邊分支對邊 但是這時候系打是在這邊 所以說這時候賽反怪變級 5分之4才對 這樣可以嗎 可以好 麻煩把這邊看一下 OK